听读练习 四块糖 陶行之先生担任玉才学校的校长的时候 一天,他看到一名男生在打一名同学 就将他制止 并命令他到校长室等候 陶先生回到办公室 见男生已在等候 陶先生掏出一块糖递给他 这是奖励你的 因为你按时到了 接着又掏出一块糖给他 这也是奖励给你的 我不让你打同学 你立即助手了 说明你很尊重我 男生疑惑地接过糖果 陶先生又说 陶先生又说 据了解你大同学是因为他欺负女生 说明你有正义负女生 陶先生 陶先生又掏出第三块糖给他 这时男生哭了 校长 校长 我错了 同学再不对 我也不能采取这种方式 陶先生又拿出第四块糖说 你已经认错 再讲你一块儿 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 陶行之先生担任玉才学校的校长的时候 陶行之先生担任玉才学校的校长的时候 一天 他看到一名男生在打一名同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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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将他制止 并命令他到校长室等候 就将他制止 并命令他到校长室等候 就将他制止 并命令他到校长室等候 就将他到校长室等候 陶先生回到班公室 陶先生回到班公室 见男生已在等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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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先生掏出一块儿糖 递给他 陶先生掏出一块儿糖 递给他 陶先生掏出一块儿糖 递给他 陶先生 陶先生掏出一块儿糖 递给他 陶先生掏出一块儿糖 这是奖励你的 因为你按时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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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 接着又掏出一块儿糖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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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奖励你的 这也是奖励给你的 我不让你打同学 这也是奖励你的 我不让你打同学 这也是奖励给你的 我不让你打同学 你立即住手了 说明你很尊重我 你立即住手了 说明你很尊重我 你立即住手了 说明你很尊重我 男生疑疑的 男生疑惑的接过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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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先生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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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你大同学是因为他欺负女生 说明你有正义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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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先生又掏出第三块糖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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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男生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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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长 我错了 同学再不对 我也不能采取这种方式 校长 校长 我错了 同学再不对 我也不能采取这种方式 校长 我错了 同学再不对 我也不能采取这种方式 陶先生又拿出第四块糖 说 陶先生又拿出第四块糖 说 陶先生又拿出第四块糖 说 陶先生又拿出第四块糖 你已经认错 再讲你一块 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 你已经认错 再讲你一块 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 你已经认错 再讲你一块 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 你已经认错 你已经认错 就将他制止 并命令他到校长室等候 陶先生回到 陶先生回到办公室 见男生已在等候 陶先生掏出一块糖 递给他 这是奖励你的 因为你按时到了 接着 接着又掏出一块糖 接着又掏出一块糖 这也是奖励给你的 我不让你打同学 你立即助手了 说明你很尊重我 男生疑惑地接过糖果 陶先生又说 陶先生又说 据了解 你大同学是因为他欺负女生 说明你有正义感 陶先生又掏出第三块糖给他 这时男生哭了 校长我错了 同学再不对 我也不能采取这种方式 陶先生又拿出第四块糖说 你已经认错 再讲你一块 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 听读练习 养花人的花园 养花人在花园里 种了几百颗月集花 他认为 只有这样 才能每个月都看见花 开花的时候 那些同一形状的 不同颜色的花 使他的院子 呈现出一种单调的热闹 一天晚上 他忽然做了一个梦 许多花 走进了院子 他们 都愁眉不展地 看着他 牡与人的热闹 牡丹花抬着高傲的头说 难道我们长得不美吗 仙人掌 我们具有最坚强的灵魂 桃花 桃花说 我和春天一起到来 这时候 月集也说话了 我们也很寂寞 要是能和姐妹们在一起 我们会更快乐 他醒来的时候 心里很闷 他想 花都应该有展示自己美丽的机会 而我的偏爱是不对的 从今天起 就让我的花园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吧 养花人在花园里种了几百颗月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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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 只有这样才能每个月都看见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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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花的时候 那些同一形状的 不同颜色的花 开花的时候 那些同一形状的 不同颜色的花 开花的时候 开花的时候 那些同一形状的 不同颜色的花 开花的时候 那些同一形状的 不同颜色的花 使她 使她的院子呈现出一种单调的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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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晚上 她忽然做了一个梦 一天晚上,他忽然做了一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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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花走进了院子 他们都愁眉不展地看着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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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牡丹花抬着高傲的头说 难道我们长得不美吗 牡丹花抬着高傲的头说 难道我们长得不美吗 牡丹花抬着高傲的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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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牡丹花抬着高傲的头发 仙人掌说 我们具有最坚强的灵魂 仙人掌说 我们具有最坚强的灵魂 桃花说 我和春天一起到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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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 月姬也说话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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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很寂寞 要是能和姐妹们在一起 我们会更快乐 我们也很寂寞 要是能和姐妹们在一起 我们会更快乐 我们也很寂寞 我们也很寂寞 要是能和姐妹们在一起 我们会更快乐 我们也很寂寞 我们也很寂寞 要是能和姐妹们在一起 我们会更快乐 她醒来的时候 心里很闷 她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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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都应该有展示自己美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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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都应该有展示自己的机会 花都应该有展示自己的机会 而我的偏爱是不对的 从今天起 就让我的花园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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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花人在花园里种了几百颗月级花 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每个月都看见花 开花的时候 那些同一形状的不同颜色的花 使她的院子呈现出一种单调的热闹 一天晚上 她忽然做了一个梦 许多花走进了院子 他们都愁眉不展地看着她 牡丹花抬着高傲的头说 难道我们长得不美吗 仙人掌说 我们具有最坚强的灵魂 桃花说 我和春天一起到来 这时候 月级也说话了 我们也很寂寞 要是能和姐妹们在一起 我们会更快乐 她醒来的时候 心里很闷 她想 花都应该有展示自己美丽的机会 而我的偏爱是不对的 从今天起 就让我的花园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吧 听读练习 四个小时 我的一个熟人 一年前结了婚 结婚后的四五个月里 她和妻子片刻不离 但结婚的甜蜜期一过 她就觉得 婚姻让她失去了自由 放松娱乐的时间 放松娱乐的时间少了 于是 她决定恢复婚前的生活状态 某一天 跟往常一样 六点钟就下班了 但 她不急着赶回家 而是 和同事们 去吃饭和唱歌 十点左右 回到家时 她的妻子 正坐在沙发上等她 她没有盘问或责备她 而是爽快地问她 要不要洗澡 虽然觉得妻子很奇怪 但由于很累 她就洗了澡 上床睡觉去了 第二天凌晨三点半 闹钟响了起来 她匆匆起床 打开电灯 看过终点后 她对妻子大叫起来 要她做出解释 嗯 她心平气和地回答 要是你下班后 要花四个小时返回家中 我想你上班 也需要同样的时间 我不希望你迟到 我的一个熟人 一年前结了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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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婚后的四五个月里 她和妻子片刻不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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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结婚后的四五个月里 但结婚的甜蜜期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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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觉得婚姻让他失去了自由 放松娱乐的时间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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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他决定恢复婚前的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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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一天跟仿常一样 六点钟就下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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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不急着赶回家 而是和同事们去吃饭和唱歌 但他不急着赶回家 而是和同事们去吃饭和唱歌 但他不急着赶回家 而是和同事们去吃饭和唱歌 但他不急着赶回家 但他不急着赶回家 而是和同事们去吃饭和唱歌 十点左右回到家时 他的妻子正坐在沙发上等他 十点左右回到家时 他的妻子正坐在沙发上等他 十点左右回到家时 他的妻子正坐在沙发上等他 他没有盘问或责备他 而是爽快地问他 要不要洗澡 他没有盘问或责备他 他没有盘问或责备他 而是爽快地问他 要不要洗澡 他没有盘问或责备他 而是爽快地问他 要不要洗澡 他没有盘问或责备他 他没有盘问或责备他 而是爽快地问他 要不要洗澡 虽然觉得妻子很奇怪 但由于很累 他就洗了澡上床睡觉去了 虽然觉得妻子很奇怪 但由于很累 他就洗了澡上床睡觉去了 虽然觉得妻子很奇怪 但由于很累 但由于很累 他就洗了澡上床睡觉去了 虽然觉得妻子很奇怪 但由于很累 但由于很累 他就洗了澡上床睡觉去了 第二天凌晨三点半 闹钟响了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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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匆匆起床 打开电灯 他匆匆起床 他匆匆起床 打开电灯 他匆匆起床 打开电灯 他匆匆起床 打开电灯 看过终点后 他对妻子大叫起来 要他做出解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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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他心平气和地回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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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 你下班后 要花四个小时返回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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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我想 你上班 也需要同样的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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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你上班 我不希望你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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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一个熟人一年前结了婚 结婚后的四五个月里 他和妻子片刻不离 但结婚的甜蜜期一过 他就觉得婚姻让他失去了自由 放松娱乐的时间少了 于是他决定恢复婚前的生活状态 某一天跟往常一样 六点钟就下班了 但他不急着赶回家 而是和同事们去吃饭和唱歌 十点左右回到家时 他的妻子正坐在沙发上等他 他没有盘问或责备他 而是爽快地问他要不要洗澡 虽然觉得妻子很奇怪 但由于很累 他就洗了澡上床睡觉去了 第二天凌晨三点半 闹钟响了起来 他匆匆起床 打开电灯 看过终点后 他对妻子大叫起来 要他做出解释 嗯 他心平气和地回答 要是你下班后 要花四个小时返回家中 我想你上班也需要同样的时间 我不希望你迟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